我明天要搬屋了 現在的東西收拾了七七八八 好像這裡的桌子 還有東西 其實這裡有很多東西 還有那一台東西也有很多東西 我的行李 全部都攤出來 已經差不多摺了七八八了 我明天要拿這袋 一個行李兩個行李 三個行李箱 然後還有一個這樣的箱 還有一個袋子 因為我這個架是拆不了 還有這盞燈也是 所以我就唯有用這個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我基本上這裏是所有東西在這裡 我現在就全部都清掉了 你看看 那些櫃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這個櫃都已經是空了 因為原本是很多東西的 然後去到這裡 其實我之前的櫃後面 印象中大家應該有看過 就是我這裡有很多東西的 我都收拾了 是因為我還沒洗澡 所以可能毛巾這些東西還沒收拾 而且洗澡的東西還沒收拾 但是基本上的東西我都已經收拾了 這裡的所有東西 基本上都七七八八的了 因為宿舍沒有提供枕頭和被子 所以我就押我自己買 然後我到時又拿這兩個出去 但其中一個層 以上已經收拾好了 我就準備好 就等明天我準備走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之後是怎樣搬錄 我剛剛那個姐姐在駕駛車館 然後我現在去門口路口位等她 然後接她去停車場 然後我的東西全部收拾好了 一會兒去給大家看看 然後一會兒她又幫我搬去 我之後住那個campus那裡 我終於看到她的車 我們兩個不斷瘋狂交錯 完全不知道這裡對方在哪裡 終於看到她了我現在 我現在回一回上來 然後把行李全部收拾過去了 我已經的東西都收拾好了 然後現在去parking那裡給她 我搬完了終於 剩下這三件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其實全都兇了 我看到是 然後我現在準備離開赤歐了 我們離開這個住了兩個月的家 好嗎我現在全身都是汗 因為剛剛搬太多東西了 待會兒再跟她說吧 好了走了 我把房卡收進去 拜拜 這邊右邊是Seltiara Prem是Morban的東邊跟東南邊 是貴的好的區 所以這邊這一區 雖然看起來不怎麼樣 其實是很好的區 而且房價很貴 這間學校好像是很有名的私立學校 噢 哇 好大的區域 嗯 然後這裡公寓啊什麼的 這邊就是白人多 噢我們到了campus了 好大啊這裡 都好像真的沒有什麼椅子 所以要 晚上我都不交出去走 我看起來很貴 我看起來很貴 看起來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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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起來很貴 但是她知道住邊應該就是這一棟 這棟標定的 我想說超難走的 我在這裡多來多去找不到 誰知道我發現是這裡 是最下面那個 然後她的位置是 我們這個位置 現在我現在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 我現在為了 逗過去了 唉 她猜的名字應該是這一棟 因為她住在這一區 應該是這一區 這邊終於有人 那個名字終於找不到 她猜猜的名字寫56號 原來這裡寫38號 終於拿到鎖匙了 我現在住藍色這棟標定 然後就是去她的搭訪 然後現在要搬的 應該是看樣子 像這一棟 這裡原來有一個停巴士的 然後進口應該 在另一邊 太多行李了 我們先射了行李 然後再搬進去 其實下面這一棟應該可以的 很多東西 我怎麼搬呢 她剛剛放完我之後 我現在去到M City 她是一個購物中心 因為她進去K-Mark 我打算去買一個鍋 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吃 買點東西吃回去 之後就是發肥煮東西吃 進來也挺大口 但是我要去K-Mark買個鍋 那這裡原來有一個 很大的food center 原來是買麵包的 然後有一個華人超市 然後有一個Wolf 哇 買了很多東西 在Wolf買 然後買完之後去旁邊買一支 香檳炭炭 我現在搬房子 然後我去買一支東西 我們自己好一好它 類似香檳 類似水果酒 之前有人介紹過我喝這一支 然後我想先買一支 所以它有兩支便宜 好累啊 現在 背著Super 背著那個 剛剛買完東西 那些東西 然後走在路上 然後基本上沒有什麼人 整個路都是斜 然後待會回去 我自己去收拾東西 今天 打算簡單單 吃了一個量價加點啤酒 就算了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搞了 真的幸好 我早幾個月來 先搞好一些東西 如果今天一日之內 要搬到來買東西 真的很多東西煩 真的很多東西搞 其實原本我應該坐車的 但是呢 因為那輛車要9分鐘 那我走回來17分鐘 那不如我自己走回來 我又不是買很多東西 特別浪費錢去叫Uber 免得 所以就自己走回來 我現在想起 如果以後都住在這裡 死定了 當然要東西都 要走出來買東西 就是坐車 一定 我終於買完東西回來 我終於有時間坐下來 救命 那裡我買回來的 不過我進來還沒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我可能由頭介紹一下 這裡是煮東西吃的 有微波爐 有電磁爐 然後還有一個雪櫃 還有一些廁所 然後這裡是洗澡房 那間房 這裡有一個床頭櫃 有一張床褥 然後這堆是我的行李 然後這裡有個書桌 有個架 到這裡有一張桌 可以給我做功課 然後這個可以浪衫的 勾到對面 然後有盞燈 上面有個電風扇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空巡 夜趕了 比我之前住的那間小間 價錢差不多 但是這裡都包了水電費 然後我想現在先收拾好東西 因為還有買回來的東西 還有很多行李 看到了 我還要偷收拾過 然後收拾完東西之後 可以帶大家去門口看一看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只顧收拾東西 還有我這輛車 就是我這輛好像手推車那樣的東西 是借人 所以我也要出去玩 那一會兒就可以帶大家去看一看 其實我們學校的宿舍門是如何 我現在基本上所有行李箱都收拾了 除了這箱是廚房物 然後我想現在呢 其實我現在差不多已經歸了 然後我現在就慢慢把他們全部側側生弄 好像這些 又要洗 還有這些東西 有一個大公程 哎呀搬得好麻煩啊 剛剛有人敲門說說他們有Hall Tour 就是告訴他們這個Hall有什麼 其實我現在撿一七八八 待會回來再撿回來 再跟大家約會整個房間是怎樣的 然後我現在就出去跟他們會 他們叫我外面等 但我又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先出來了 但是其實我來了這麼久 我還沒有拍過一段影片 給我看學校的宿舍在哪 這間就是學校宿舍 它是分一邊和兩邊的 那我是住這一邊 然後它有藍翼和筆翼 然後我不知道哪邊是藍翼 反正就是分兩邊 OK 很多人買很多像這個 所以這是我的 你買很多像這個 所以你買這個 我買很多像這個 所以你買這個 然後就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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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的 這就是音樂宿 這裡是音樂宿 這裡是很困難的 在這裡 但這裡有一個 是一個Piano 所以大家喜歡玩Piano 所以我們的遊戲房間有弄機器 我不會推薦 這裡有一個綠色的 這裡有球球 球球 還有一個專門放彈車的地方 我剛剛去那個Hall Tour 其實是說介紹一下整個Hall是怎樣的 我也明明在香港住一個Hall 可以體驗一下Hall的生活 然後他有介紹一些活動 還有他的音樂房也有鋼琴看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有common room 可以看影片 聊天 然後有play room 可以玩遊戲 他有PS4 有Switch 很開心 我自己也有 但我看他介紹得好像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OK 他說今晚6時要拿Hall的衣服 所以可以叫我們去拿 所以我打算一會兒 6點的時候才再上去 然後趁現在 還有些時間的時候 我就收拾東西 然後一會兒再上去 到現在其實很肚餓 但是我寧願收拾好東西 再做東西 就算了 我終於搞定這個浴室了 太難搞了 因為它上面那些勾 是中學不中用 因為它是膠 因為這個管也不能動 所以我硬拾上去 但是它不好用 所以我勾上去 已經有三個這樣的圓圈 是讓我拍拖圓的 但是都OK的 送這個也好一點 我心想如果他沒有送我 我就死定了 我自己買 所以都OK 真的要防水 終於 經歷了五個小時 我終於把你的房子 布置好了 我立刻帶大家 Won to一下我的房間 當然由門口說起 我這些東西都是洗乾淨的 當然放在這裡 後面這裡 就是放一些盒 還有一個桌子 還有一個針板 到這邊是零食區 Woo 很多零食 都是全部我的親戚寄給我的零食 所以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些糊糊 其實還需要買的 但是我就之後再買 他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盤給我 我自己只要洗乾淨的 條毛防曬就可以了 因為我搬東西的時候 一定會髒的 所以我就所有東西都洗過來 這裡就是我的調味料 到上面 是我的所有的面具 還有一些調味料 都是粉狀的 其實這裡都有 這裡就是放一些窩 這些窩 放上去的方便拿 然後到這裡 廁所 這個是我的一些洗手 還有洗臉的 然後這裡也是 這個是普通用具 可能沒那麼經常用 然後這些是風筒 捲髮器 最上面才是M架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毛巾 然後這個是我弄了很久的一個架 其實都挺OK乾淨的 其實地上也是 然後這裡是我自己設置一個袋 因為是香港寄來的 然後這些放我出門用的東西 然後這些就是我從那邊拿來的 有些東西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上面是冰架 然後到上面 就是一些洗衣服的東西 那裡有些洗衣粉 有個拿個袋去洗衣服 然後這裡就是我上學區 然後因為我現在還沒開學 所以我把書都放在這一區裡 這一區就是一些電腦 好像鍵盤 滑鼠 然後一些電線都放在這裡 這裡是充電的 有些筆 有些喇叭 平時用的架 還有一個化妝鏡 如果我以免化妝 就是有些電腦都放在這裡 下面有個拖把 這個也是有垃圾桶 其實我原本的垃圾放在那裡 但是因為我怕 我平時要用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然後我有個小行李 鞋子都放在這裡 我後面其實這裡有衣櫃 我這一格就暫時放在衣櫃 下面就放行李箱 因為其實衣架不夠 所以我就有一堆衣服 還有兩岸 最上面是一個空的盒 因為放得太高了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東西要用 所以我就放在上面 然後有發機 然後這裡就開出來 這裡是臨時放衣服的地方 等我找到衣架 就可以全部放出來 這裡就是香水 一些袋袋 外面買的購物袋 這裡就是平時的口罩 因為放不完這麼多口罩 所以就放上去 然後這裡就是這三個櫃 然後去到這一區 我枕頭它也沒有提供 皮也沒有提供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我自己拿來的 我總是開了我的枕頭 打開了我的魚翁 然後這些全部枕頭套 都是香港帶來的 而這個皮也是香港帶來的 所以這裡有很多東西都是由香港拿來的 有床頭櫃 上面這一區就是平時 就是塗皮膚那些東西 好像塗頭髮都有 下面那層就是一些化妝品 還有一些蒸汽麻糬 耳環 最下面那層就是 左邊是放藥 然後又有一個switch 還有我弄指甲 而上面就可以放一些我想要的東西 這區其實暫時就沒有東西 然後這個是放髒衣 還有我的鞋子 全部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張桌子我想應該是給我吃飯用的 那我打算看了之後怎樣去佈置它 而這個暖氣楼也是他提供的 還有這間房子 整體來說真的一剔 真的站在這個角度 其實看了所有東西 就是你看了那張桌子 那張書桌 床 那樣 這間房子真的是studio形式 就是基本上這間房子 其實大小是更小 比我在市區住的那間Airbnb 但是因為是學校宿舍 那你可以認識到很多人 還有你也可以經歷一下學校宿舍的東西 還有近學校 所以我最後也選了這裡 這間房子我就半視剩這樣 而今晚呢 一會兒還要去拿他們的 這個屋子的屋子 還有一會兒還要煮東西 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晚在這裡吃什麼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在澳洲住宿舍 還有第一次經歷在澳洲住宿舍的生活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怎樣 但是大家都在澳洲住宿舍的生活 多姿多彩 都希望我之後可以認識到更多的人 一起在這裡生活 那因為那一陣子就要開學了 所以我現在都要等我慢慢適應這一邊的生活 之後呢 我先再去上學 然後去了解一下這個整個campus 整個Monas的地方 然後來也會看到很多 關於Monas campus的一些vlog 還有我平時上學的一些vlog 我要去拿我的衣服 救命 它是一個類似 meeting 和聚會 很尷尬 我最怕就是social 其實 我現在整個都是空的 因為我剛剛才收完東西 然後現在 還要去做人social 救命 我剛剛去完那個聚會 然後其實它是類似一些 住了很久的人 然後跟你聊聊天 然後認識一些朋友 然後它也是說 跟你不同的人聊天 然後我就認識了一個香港人 我看大家都很nice 我遇到兩個姐姐很好人 她們一個來自越南 一個來自Indolegia 她們兩個就很搞笑 我們幾個在洗衣房裡聊天 在說吃東西 因為她們兩個說很喜歡吃東西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很active的人 所以我不會主導去吃人 但是又剛好遇到她們 跟她們聊天 她們也有教我一些東西 還有說原來這裡有很多香港人 什麼幾層幾層香港人 就是她們後來給我一個schedule 就是一些她們開的每一週的活動 每一天的活動 然後大概可以給大家去看看一些不同的活動 認識一下人 開的生活真的正式開始了 就是很想認識多些人 雖然說我不是一個主動的人 今晚當然吃我的羊架了 醃好了 然後還有這個 她說這是甜水果酒 我倒數看過應該是5.5 沒錯 所以我覺得ok 我接受了就買了 然後她是葡萄味 超好喝 我試過好好喝 我永遠 搬家的第一餐都是吃得好一點 我之前也是那個餐 都是搬家的那天吃得好一點 我之前也是那個餐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